中國現在文蜀色變 因為今年以來已經確診四名鼠疫患者 其中三名都來自內蒙古 9月底先是在甘肅一名患者死亡 11月12號兩名內蒙古病患 在北京醫院確診為廢鼠疫 17號又再確診一例現鼠疫患者個案 雖然與前兩例病例無關 但就怕持續擴散 台灣衛福部不敢大意 雖然說台灣這邊我們從1953年開始 鼠疫就已經絕跡沒有人類的病例 可是中國大陸一直沒有說 有鼠疫根除或絕跡的狀況 鼠疫是人畜共通傳染病 藉由跳蚤傳染分為現鼠疫和肺鼠疫 現鼠疫會造成傷口淋巴線發炎疼痛 還可能造成敗血性鼠疫 肺鼠疫則會導致肺炎呼吸困難 發燒咳嗽 還可能透過飛沫造成人傳人疫情 這個死亡率就相當的高 如果說沒有及時的偷遇 這個積極的抗生素治療的話 死亡率是可以到六成以上 因為中國官方封閉消息 可能造成防疫漏洞 警官署表示 如果中國鼠疫感染風險再提高 不排除提升旅遊疫情警示 也提醒您如果要前往中國 一定要小心留意